认识数位影像 那电脑的数位影像呢 主要分两种类型 第一个是向量图 那第二种是点阵图 那向量图呢通常是由 电脑软底绘制而成 那一般我们数位相机 智慧型手机所拍摄的照片呢 都属于点阵图 那Folocab基本上处理的照片 都属于点阵图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向量图形 向量图形它是使用电脑绘图 所制作出来了 不管如何改变它的大小 都不会影响到图片的品质 譬如说我们在Word 加了很多许多的美工图案 很多呢都是属于向量图形 那向量图形呢 它是属于数学公式运算的方式来完成的 所以它有个好处 放大缩小都不会失真 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点阵图 那点阵图呢就是说 电脑图形是由小方格组成 一点一点构成的 这个小方格我们称为像素 那像素呢是数位影像最小的单位 点阵图最大的优点呢 就可以表达图片完整的颜色跟光影效果 不过缺点呢档案很大 那如果说你把小图放大的时候会失真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猫熊的照片 那这边再补通一下 Photocap基本上处理的图片 就是属于点阵图 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影像大小 那电脑呢图片是以像素为单位 比如说右边这个毛毛虫的照片 它的尺寸是上面小 640 480会看到这两个规格 那第一个表示是宽度640像素 高度呢480像素 那么它的单位做法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认识解析度 解析度呢 好 是指单位面积上的点越多 解析度就越好 那简单的说 一般的说我们解析度就称为什么 DPI I是英寸 Pers是每一个 也就是每一个英寸里面有多少个点 DOTS是点 DPI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般印刷的品质要求必须是300DPI 也就是图片必须在300DPI印出来才会清晰 如果图片只有72DPI 那印出来的时候呢解析度就会比较差了